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手排行榜总榜前五 首抄邓紫棋仅次于周灵陈薛 周深能够进阶很难撼动的总榜前五 这已经算是比较吃惊的消息了 因为歌手排行榜总榜前五 基本上一直是周杰伦 林俊杰 陈奕迅 邓紫棋 李荣浩 薛之谦 几人 而周深能够首次位列第五 已经算是大新闻了 谁知道仅仅一天时间 小编再次被周深震撼到 周深竟然破天荒地进入QQ音乐歌手排行榜总榜前三 位列前三甲第三名 仅次于长期霸占前两名的周杰伦和林俊杰 这个榜单变化 着实让小编震惊不已 而此时 周深自然同时位列QQ歌手排行榜 内地榜和内地南歌手榜第一名 这个同样是第一次 周深首次闯入歌手排行榜前三甲 这样的成绩绝非易事 熟悉这个榜单的人都知道 一年365天 总榜前五名几乎都被那几个人霸占着 这次想不到周深能够晋升到如此高的位置 小编觉得除了上篇文章分析的原因外 重点在于 我已渺小爱你的热度上 QQ音乐歌手排行榜是专业榜单 几乎囊括国内外歌手 歌手在榜单上的位置变化 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来自于音乐相关 而这几天周深在榜单上的乐声 除了之前的密集发歌和综艺晚会外 最重要的原因多半来自演唱的公益纪录片 一路前行 这主题曲 《我已渺小爱你》 打开QQ音乐搜一下 《我已渺小爱你》 同时在线的实时收听人数高达三万多人 这是和其惊人的收听热度 这首歌曲从五天前上线以来 一直保持余万的实时收听量 这绝对是大热歌的表现 何况这首歌曲还同时登顶腾讯音乐有你榜 流行指数榜和新歌榜 就连飙升榜和音乐指数榜都位于靠前的位置 《我已渺小爱你给我的旅程》 三亿岁的石头和一百岁的城 都曾呼吸狂奔 相爱之称 命财成为生 《我已渺小爱你同行的旅程》 《我已短暂爱你不朽的旅程》 这样的歌词配上缓缓起伏的曲子 再加上周深触发内心的声音 谁能不沉醉 谁能不共情 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歌手林俊杰 林俊杰是一位风格多变 实力超群的音乐才子 他的歌曲具有深刻的情感内涵 旋律优美动人 歌词贴近生活 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此外 林俊杰也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和亲和力的艺人 他在音乐和演艺方面的才华和领袖风范 也让人们对他充满敬意和认可 林俊杰也非常注重自身的成长和提升 他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新元素 力求将音乐打造得更为精彩和多样化 此外 他还十分活跃在公益慈善事业中 用自己的力量和名声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这也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总之 林俊杰凭借自己的才华 努力和善良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喜爱 除此之外 林俊杰在演唱会及舞台表现中 也总是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他的演唱会常常被称为是一场视听盛宴 他总是能通过音乐和表演 来传达正能量和真挚情感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和艺术魅力 此外 他还积极参与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配乐工作 让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他的音乐之美 总之 林俊杰以其杰出的音乐才能和演艺实力 在音乐界和艺术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 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常常能打动人心 让人深刻感受到音乐艺术的力量和美妙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林俊杰 除了工作之外 林俊杰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和旅行的人 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运动经历和心得 同时 他也喜欢到各地旅行 感受不同的文化和风景 用这些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和音乐创作灵感 总之 林俊杰是一个多才多艺 充满正能量和热情的音乐人 他的音乐和演艺作品 不仅表达了他的情感和感受 也传递着艺术的力量和美好 他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 也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和喜爱 林俊杰也是一个热心公益 关注社会的艺人 他曾通过公益演唱会等方式筹集资金和资助学生 灾民等群体为社会做出贡献 此外 他还多次参与一些国内外的慈善和公益活动 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等议题 为社会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总之 林俊杰是一个拥有多才多艺的艺人 他在音乐 演艺 公益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的音乐和人生故事激励和感动着许多人 并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 2023年 轮到周杰伦跌下神坛了 在娱乐圈 星光熠熠的华语歌坛巨星周杰伦 一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然而 最近一场轰动的事件 却让他的生活从光鲜夺目 转变成了一片风雨飘摇 这一事件源于一位神秘网友的爆料 揭开了周杰伦演唱会背后的经济困境 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一场绚丽的演唱会上 周杰伦的音乐才华 再次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喝彩 然而 在这表面光鲜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笔巨额的债务 舞台上的灯光璀璨 但在舞台下 经济压力却如影随形 这一切源于一位网友的不经意爆料 揭露了周杰伦的财务困境 爆料指向演唱会不再只是为了音乐 更是为了还债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网友们纷纷质疑 这位曾经的歌坛巨星是否陷入了经济泥潭 而在这个舆论的漩涡中 周杰伦的新专辑也成为了攻击的焦点 歌词中的歌译词成为争议的中心 引发了听众们对他音乐创作的质疑 一时间 周杰伦不仅面临着经济状况的质疑 还受到了关于音乐创作的挑战 然而 这并非周杰伦第一次面对舆论的质疑 过去 与娱乐圈权威人物陈泽山的纷争再度浮出水面 陈泽山曾在娱乐圈内主导榜单排名 而他的买榜行为也广受争议 周杰伦一直对这种行为抱有抵制态度 这也成为他与陈泽山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事件顶峰时 舆论的高涨让周杰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来自各方面的质疑 包括经济状况和音乐创作 让他备受打击 网友们的态度也分裂成两派 一部分支持他的才华 认为他是音乐界的传奇 并一部分则对他的行为提出质疑 认为他已经将狼裁净 然而 在这场风暴中 陈泽山的态度相对冷静 他对周杰伦的抵制保持淡定 但同时表达了对时代潮流的理解 这种对话中的静默与冷漠 让整个事件的氛围更加紧张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周杰伦选择保持坚定的立场 明哲保身 他成为抵制买榜的代表人物 尽管这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故事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的揭秘 更是一个艺人在困境中选择坚持原则的见证 综合而言 这个故事通过描绘周杰伦面临的财务危机 音乐创作争议以及与娱乐圈内部的纷争 构建了一个充满冲突和争议的画面 周杰伦在面对舆论压力时的选择和态度 以及他与陈泽山的矛盾 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戏剧性和深度 在娱乐圈的变换莫测中 周杰伦用自己的坚持书写了一段让人思考的音乐传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